明天30后天都写着33度了 33度是进入夏天了 是啊 好 那也感谢济南拜博口腔医院对本环节的支持 摩托亭可能有的朋友见过 在这水面 风驰电车 踏着那水瓶 这个特别的潇洒 很过瘾 第七届中国摩托亭联赛 要在咱济南的平均去办 这全国性的赛事对场地环境要求很高 那当然了 在平均去办 那就厉害了 我的大平均 小彩一跌 出出犹豫我们办的 今年7月14号 第七届中国摩托亭联赛 将在咱们济南平均 玫瑰湖拉开大幕 到丹江口广西柳州 去参观学习 赛事的要求和赛事场地 都进行认真的部署 今天下午赛事专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同时举行了红领巾水上活动体验中心 成立接牌仪式 盐湖设置的多个转播机位和空中无人机机位 可以让大家第一时间全方位多角度的欣赏到精彩赛事 区位流行的天国 为开展体验业务体验们 追加了整条件 通过这个体育赛事 来带动我们城市的经济文化旅游 还有社会基础设施 各方面的综合的进一步 来塑造一个城市的品牌 期间平英还将举办各种丰富多彩的 线上线下活动 让更多群众能够参与进来 都是新女报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